大家好,我是Matthew Chiu 這個Oshawa的工程已經進行了三個星期了 上次就看到拆到清空了 今次會有什麼不同呢?我帶大家看一下 我是Matthew Chiu 我是一個專業的全職地產經紀 我專注在大多倫多地區的房屋賣賣和投資 如果大家想提早退休,又不想一路做下去 又可以錢賺錢,就不要再等,要立即行動,重錐出擊 裡面帶大家看一下 之前如果大家記得這個廳和廚房是close concept 有牆壁間住的 現在已經打到通了,所有牆壁都消失了 這個廚房就是因為有地不平的問題 師傅也鋪了水泥,拉平了一塊地 將來的地板就會鋪得好些 這個間開了是什麼呢? 因為一樓是沒有洗衣機乾衣機的 就加了這個closet就可以放一個stackable洗衣乾衣了 這個就是一樓的公共廁所 所有的燈都已經拆走了 這個shower都frame好了 之後就會有一個3 piece的shower 房子呢? 房子的進度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房子的變動不大,間隔是一樣的 那些框、門框、窗框 那些就拆走了之後就會裝新的 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 這間一樓的重頭器 就是這個主人房 以及它的主人房套廁 我們加了這個套廁 就會令這間屋增值了很多 因為這個是一個5 piece的洗手間 這裡就是一個shower的位置 窗裡就會放一個freestanding tub 中間還會有兩個升盤 以及一個馬桶 就會出現一個主人房廁所 進入主人房裡面這裡 因為這間屋是背靠樹林的 旁邊也是公園 所以風景就是一樓的 看出去就是一片綠地 主人房的整個翻身 所有框、地板都會換身 這個就是我們將會用的freestanding tub 現在帶大家下去看看 Basement的進度如何 一早就插好 所有東西都清空了 長的房間也都選好了 這個就是第一間房間 天花板、地板都拆走了 這裡就是個洗手間 Basement的洗手間 會是一個free piece的洗手間 會有一個玻璃 shower 會有一個星盤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第二間房間 這間房間就是最大的 本來還打算打開一個新窗 讓它光亮一點 但是難度太大了 因為旁邊有個冷氣機 又是走廊 所以就放棄了 之後就會做一個玻璃窪 讓它光亮一點 這裡的廚房和廳 現在拆走所有東西 就開揚了非常多 就是開揚了 就是開揚的 一進來 就會看到打通了 在門邊這個就是 地下室的第三間房 都選得很闊落 放一張大床都沒問題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房地產投資的問題 隨時聯絡我